皇帝吃剩下的饭,都是怎么处理的? 古代的帝王们,都被民间百姓奉执为是天子,因此都对他们尊敬无比。 这一份尊敬,从皇帝的吃穿住行上就能看出,皇帝所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 更别说皇帝一日三餐的饭食,那每顿饭都是奢侈无比。 大家应该都知道,皇帝吃饭的时候,排场非常大。 他每一顿的菜品很多,每一道菜肴都要精致,菜的口感又要好。 但皇帝毕竟是一个人,即使可能有一些受宠的妃嫔,陪他一起用饭,也就才几个人。 这么一点人根本就吃不了多少东西。 如此一来,皇帝每吃一顿饭,都会有非常多的剩菜剩饭。 那这么多的剩菜剩饭,他们会怎么处理呢? 难道全部倒了吗? 在溥仪曾写的自传,我的前半生当中,他就这样写道过。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,宫中已经不复当年繁华,一切吃穿用度,已经被缩减了数倍。 但既是如此,我每月还是要消耗掉810斤的猪肉,要用掉240只鸡鸭。 还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山珍海味,以及品类繁多的点心。 想想看,那时候的溥仪还是小孩子。 宫中的用度还被缩减了很多倍。 但即使如此,他也要用到这么多的食物。 更别说在以前了。 宫中繁荣的时候,那皇帝们的每一餐不知道就要吃掉多少。 但也说了,人的胃口毕竟是有限的。 皇帝每一餐都吃不完,那当然就会剩下很多。 那这些多出来的饭菜,又该怎么处理? 当然不可能全部倒掉。 毕竟皇帝吃的东西,怎么能让牲畜来食用呢? 这不就是贬低了皇帝吗? 因此,皇上的剩菜剩饭,通常有两个途径处理掉。 途径一,赏赐给别人。 皇帝给别人赏赐饭菜,也是表现一种恩德的方式。 毕竟,连皇帝用的东西都能赏给别人。 可见是看得起他的,被皇帝赏赐了饭菜的人。 通常都要表现出感激的样子,要当住皇帝的面吃下去。 同时还要满心欢喜,表示出味道好极了的样子。 这样一来,皇帝才会觉得高兴,认为这些人时抬举。 但是皇帝的赏赐,也不是天天都有。 再者来说,他赏赐给别人,别人也不一定吃得完。 所以还是会有剩的。 那这后面剩下的饭菜,就会由第二种方法处理掉。 途径二,运到民间售卖。 皇帝吃过后的剩菜剩饭。 撤下去,宫女小太监们也会偷吃一部分,而后剩下的饭菜,再拿到民间去售卖。 而这些剩菜,百姓们还非常喜欢吃。 上到富贵人家,下到平民百姓,都愿意去争相购买。 百姓们觉得,皇帝是天子,受到了上天庇佑。 若吃了他的剩菜剩饭,那还有可能沾一点福气,能够屈并消灾。 因此,皇帝的一扇一被运到民间,立刻就能被轰抢完了。 所以综上来看,帝王每一顿的饭菜虽然丰盛,但实际上每一顿也不算浪费。 毕竟他们吃不完,后面会有人帮他们吃。 只是他们每一顿吃掉的银子,会非常多罢了。